好,再次一張 我的角色就是被人撞完真的很誇張 打幾個關斗呀 在場地不停點床點隻 一滾一滾一滾 以為是快死了 鏡頭一拍著,是否重傷這個強 我又拿著一些殺龍巴士出來貼著 然後看著鏡頭,咦?怎樣啊? 整隊不停地不停地 硬直入 硬直入 例如我們做人場 我們突然會拉起這件衣服 就是外賣的衣服 有外賣的衣服 很有趣 人家在更衣室 就在想怎樣 這件球衣服你看到 越印越多 老闆很多到 後面屁股有開鎖 很多這些廣告 但最後就是 整群球員都很迷實 球員很有錢 我們很有錢 但究竟我們還在打球呢? 這樣 去到最後就是有一個反思 就是 我們去到最後 怎樣都要贏一場球 我自己覺得 整個故事很熱血 還有我覺得很適合 現在這個年度 我自己拍的時候感觸都很大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做自己的行業 究竟你第一次做這一行 就算你覺得很成功了 這一刻 但其實還是不是 你入行的初衷呢? 還是不是做你當初 喜歡做的東西呢?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之前都經歷過迷失的 拍完之後就很清楚 但不是 你最初是唱歌嘛 但現在變了好像是一個喜劇的演員 我不是我一向無間道理的嗎? 哈哈哈哈 其實我是做演員 我在演藝學院都是很老的 做戲的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幸福的 如果你說放學 我覺得到現在這一刻做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 喜歡的 對很喜歡做的東西 演員也好 歌手也好 其實對我說沒有分別 媒介不同 但其實都是透過一些作品 去講生活的一些東西 分享 其實這個故事幾適合 幾時來的 是 年輕人好像她 好像阿聰一樣 其實你猜她剛出來的幾年堅持 是很容易的 是 但是現在是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他們堅持那個東西不是這樣 是 他們可能一出來就堅持才買樓 我覺得我自己成功在系 我每一次遇到一些困難 其實都是反過來 就是一些問題 其實你有多喜歡這一行 其實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或者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你在一個行頭裏面做事 如果你真的很愛那個職業 你是 首先不會走到最後 每天都怨氣很重 每天都怨氣很重